大楚的御花园远比听月想象的大 笔石挂仓鼠的亭子不过是御花园中最不起眼的一角 此刻,当听月站在御花园路中的白玉石桥上 放眼望着桥下一片绿段似的闪着灵光的碧水湖石 不禁压抑非常 娘娘,这可比项府的池塘大太多了 听月感慨道 听月,看到了没 那边梁亭里正位于的妃子 你说说看,她是谁 顺着姚莫婉的指向 听月分明看到悬壶建造的梁亭上 一个女子正将手中的鱼石倾洒入碧水湖内 饮得湖中锦里聚在亭下 时而跳跃,溅起无数水中 在阳光下,缝外晶莹 女子一袭将紫色长裙 裙者处绣着富贵牡丹 水绿色的绸带在腰间盈盈寄着 尖披白色沙衣 三千青丝,婉成纷繁复杂的飞天际 配以坠月簪、翡翠玉、血珍珠等价值不菲的饰品 顿显女子不俗的身份 娘娘难不倒听月 她必是臣妃、还彩儿 左将军还恒的小女儿 身居杜月轩 风飞五载、魏德义子 原在将军府时,娇纵惯了 入宫后也未收敛 失常打得宫女遍体鳞伤 她身后的宫女该是紫双 也属宫女里最霸道的一个 反正宫女们都怕她 能避则避 听月将打听到的消息 悉数说来 换来姚沫婉一阵侧目 娘娘 听月说得不对 见姚沫婉一脸诧疑 听月小心问道 不止对 还很准确 姚沫婉满意点头 旋即下了拱桥 朝梁亭走去 听月得了赞 自是欢喜地跟在姚沫婉身后 只是下一秒 她忽然觉不对 自己打听这些 尚且下了好阵功夫 主子自入宫 并未接触他人 又如何知道 自己所说不错呢 听月正想细存 却见姚沫婉已经走远 索性不去多想 加快脚步追了过去 哼 真是气死笨功了 死了个姚沫婉 又来了个姚沫婉 听说还是个傻子 最近皇上的口味 变得也太重了些 和一个傻子 能玩出什么情趣来 难不成陪那个白痴 趴在床上数数吗 姚沫婉才靠近梁亭 便听到桓彩儿 独嘴咒骂着 娘娘 嘘 听月正欲上前评理 却被姚沫婉拦了下来 只得默不作声 主子默契 不过是个傻子而已 还威胁不到主子 在宫中的地位 倒是得提醒老爷 防着姚振婷那只老狐狸 他居然能让皇上 封他的傻女儿为妃 更让姚素鸾封了皇贵妃 看来在皇上心里 他的地位 还是举足轻重的 子双将手里的鱼石 全数递给桓彩儿 针边石壁分析 那也未必 皇上不是还没封后呢吗 不过 只要想到姚沫心难缠 奴子两个死俏俏 哎呦 本宫心里 真是说不出的畅快 死得好 尤其是那个小孽种 若是让他活下来 太子之位 也要落到他们姚家 届时可就不好办了 哼 吃吧 撑死你们 桓彩儿 阴虫微勾 阴笑着 随将手里的鱼石 全数扔进碧水壶 不许你说二姐坏话 就在桓彩儿 转身御下凉亭的时候 姚莫婉突然冲了上来 气鼓鼓的 看向桓彩儿 如果他记得没错 彼时桓彩儿打死宫女 还是他网开一面 才没把事情闹大 这一刻姚莫婉忽然悲哀地承认 这个世上好人没好报 你是谁 桓彩儿上下打量着眼前陌生的女子 冷冷质问 她是关居宫的新主子 皇上圣旨亲风的姚飞 依宫中规矩 我家主子有封号赐字 你没有 你该向我家主子行礼 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的听乐 顿时冲上来 大声喊道 整个凉亭陡然肃静 桓彩儿争了片刻 突然放声大笑 直笑得眼内飙出 四双 你听到没有 他居然让我给一个白痴行礼 不行了 快扶着本宫 肚子都笑疼了 桓彩儿肆无忌惮地狂笑 眼底尽视鄙夷的目光 看什么看 还不滚开 莫挡了我家主子的路 四双厌恶地推开听乐 正欲扶桓彩儿离开梁亭之时 姚莫婉突然冲上来 扯开子双 猛地将桓彩儿推到梁亭的平栏处 眸间泛红 去给二姐道歉 姚莫婉自证腔圆 一字一句 清晰无比 你 你大胆 居然敢对陈飞娘娘无礼 好不容易站稳的子双 正想拉开姚莫婉 却被听乐扯住发迹 吃痛大叫 你才大胆 那可是姚飞娘娘 你竟然不用尊称 听乐见姚莫婉动怒 当即豁出去了 怎么的都不能让主子吃亏 你这傻子 说什么混账话 本宫怎么了 就要去跟姚素兰道歉 你快放开本宫 环彩儿愤愤地看向姚莫婉 自然不会被她眼中的傻子 喝住 你去还是不去 姚莫婉双手用力 狠堆在环彩儿的浴尖上 清澈的眸染上血丝 她听不得任何一句辱骂众耳的话 这才是环彩儿错的根本 本宫不去 就在环彩儿坚定立场的下一秒 整个人已然被姚莫婉 推下凉亭 扑通掉进碧水湖里 高高溅起的水珠 在阳光下越发晶莹提头 啊 陈 陈飞娘娘 来人呐 娘娘落水了 快来人呐 你 你 紫双猛地推开亭月 冲到横蓝处 奈何她不会浮水 只得眼睁睁看着自家主子 在水里扑腾 即便是暖春 湖水也是分外的寒凉啊 我已经给她选择的机会了 是她不去的 姚莫婉无辜耸肩 旋即扔下一脸堵塞的紫双 事意一测 瞠目结舌的亭月随其离开 你这傻子 我家主子不会放过你的 啊 就在紫双回神叫嚣的时候 亭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 猛地将紫双推了下去 显然 紫双要比环彩儿重好多 溅起的水珠 浸湿了姚莫婉的滑场 亭月 你干什么 姚莫婉陡然回眸 诧异看着拍手走向自己的听月 他居然敢辱骂你 听月当然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听月一副忠心护主的模样 本宫知道环彩儿会拂水 所以没顾及 你确定紫双不会被淹死吗 姚莫婉仰装一派肃然地看向清月 清月闻声 脸色顿时煞白如指 郑玉跑回凉亭时 却被姚莫婉拉了回来 回宫吧 姚莫婉淡淡道 可是 巡视的侍卫早就跑过来了 他们死不了就是了 姚莫婉清鲜英纯 眼底笑意贱农 见主子不紧不慢地走出凉亭 听月下意识转身瞧了一下 便急急跟了出去 回到官居宫 姚莫婉悠闲地已在贵妃椅上 怀里的婿子似比他还要慵懒 竟在姚莫婉的腿上伸起揽腰来 刘姓还没回来吗 姚莫婉专注地扶着怀里的猫儿 诞生问道 许久不见人答 方才抬谋 正见听月手摇着锦帕 不停地在官居宫门口转悠 听月 姚莫婉稍稍提高音量 听月闻声 顿时走回姚莫婉身边 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 娘娘 您说陈飞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这都快有时了 都不见个人眼 听月焦虑质疑 他们来做什么 姚莫婉不以为然 自然是来兴师问罪啊 经月理所当然回应 他们就算兴师问罪 也不会来官居宫的 你放心好了 姚莫婉英纯敏笑 玉纸划过絮子血色的皮毛 疏疏软软 手感极好 不来官居宫 那会去哪儿 奴婢不明白 听月不解地看向主子 眉头拧成穿子 华清宫 环彩儿虽性情暴躁了些 城府也不及其他妃嫔 却也不傻 他若直接来官居宫 怎敢保证 本宫不会把他按到水盆里枪水 而且和一个傻子计较 传出去 他也占不到便宜 要想讨回公道 他自然是找名利人 姚莫婉美眸锐利如风 犀利如刃 仿佛每个人每走一步 都在他的算计之内 娘娘英明 听月没有一刻 像现在这样 如此崇拜姚莫婉 仿佛上天赐予了自家主子 无限的智慧 让他在混乱的世道中 看得极清 吃一剑 长一智罢了 哎 流行呢 还没回来 姚莫婉才一问起 便见流行急从自宫门 跑了进来 流行 叩见娘娘 在宫中待了几日 流行耳濡目染 也学会了宫中的规矩 起来 打听得怎么样了 姚莫婉看着流行时 眼底总会溢出浅浅的心疼 这个男人太执着 即便知道没有结果 还是义无反顾的付出 有流行这样全心全意的爱护 妹妹的前半生是幸福的 灰娘娘 奴才从姚冠家那里打听到 三夫人和小少爷 已经搬进姚相府了 只是日子并不好过 大夫人动辄鞭打三夫人 对小少爷也没什么好脸色 只是碍于老爷 血也没暗中动什么手脚 不过 这是早晚的事 流行将从姚图那里听到的消息 全数禀报给姚莫婉 父亲不管的吗 姚莫婉六眉微醋 对于苏木子 他不仅同情 还有一丝愧疚 如果不是自己需要 他们母子不会那么快暴露 也能少受些罪 苏木子与自己的母亲一样 被父亲威逼着就范 更受正式的打压欺凌 于情于理 他都不能坐视不理 老爷或许是爱于黄贵妃那里 所以只要大夫人不伤小少爷 对苏木子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流行叹声道 老爷就是这样 当初他明知道大夫人 只是高嬷嬷给夫人下毒 却根本不管 流行一言 顿时激起听悦的愤怒 这些都是柴房受刑时 高嬷嬷亲口说的 听悦 一侧 流行下意识止住听悦 怕姚莫婉听了会伤心 没事 准备完善吧 本宫有些饿了 姚莫婉轻抚着婿子 红唇奄然浅笑 只是冰封的心 更寒了一层 弄擦这就去 流行恭敬退出官居宫 朝御膳房而去 就在流行离开后 叶军青突然出现在官居宫门口 邪阳照在他脸上 仿佛镀了一层金灰 让原本就俊逸无双的容颜 更加清绝天下 姚莫婉有时候在想 为何一个常年征战沙场的人 皮肤却那样白 白的他都有些嫉妒了 奴婢叩见肃亲王 肃亲王里面请 听悦到底还是个小女子 此刻已然经不起诱惑地 挪步到了宫门口 也不问他这个主子愿不愿意 就巴巴地将叶军青请了进来 诚然 他不能怪听悦 即便是见过风月场的烟花女子 都无法抵挡叶军青的魅力 又何况是听悦呢 不过姚莫婉却注意到 叶军青脸上的表情 可不似听悦那般友善 果不其然 待叶军青踏入正厅 便立声命令听悦离开 本王有话要与你们主子说 叶军青一语 听悦顿时一争 茫然看向姚莫婉 你在外面守着 没有本宫的令 谁都别放进来 啊对了 把婿子带出去 姚莫婉说这话 将猫耳递到听悦怀里 他可不想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 看叶军青的家事 似乎动了真气 直到宫门紧闭 姚莫婉方才慵懒起身 摇曳生姿地走到桌边 提起青又冰烈纹的茶壶 蒸了两杯 一杯挤用 一杯推向叶军青的方向 你到底是谁 清冷的声音 透着隐隐的怒意 叶军青没有要品茶的意思 目光直视着姚莫婉 等待她的回答 姚妃啊 王爷不记得了 皇上财策封的妃子 皇后的亲妹 皇贵妃的树莓 姚相府的三千斤 嗯 让莫婉再想想 还是谁呢 姚莫婉眉梢幼静 美眸无波 如同秋日里 沉静的湖面 没有一丝联谊 依承愿的静心 你该不会否认这个身份吧 叶军青眼中 荡起闪亮的怒意 恨恨道 哼 王爷若不提醒 莫婉还真忘了呢 姚莫婉并没有否认的意思 因为毫无意义 我曾听莫婉提过 她的妹妹 只有孩童的智商 你显然不是 你该不会 是叶红叶 从哪逃弄来的体身 暗中做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叶军青合理猜测 如果不是与莫婉有关 她懒得理会 眼前这个女人的 真实身份 或许是大姐骗了你呢 姚莫婉将眼底的锋芒隐藏 一脸清纯无害的 看向叶军青 莫婉不会骗我 她可以选择不说 但一定不会骗我 清澈的眸闪烁着坚毅的光芒 叶军青笃定开口 仿佛在说着一件 不容置疑的真理 小莫婉那个大傻瓜 泪在眼圈里晃动 姚莫婉却硬将她逼了回去 真不知道她到底对叶军青做过什么 才会让她这么坚定不移的信任 你 不许你说某心坏话 从此我对你不客气 不管你是谁 叶军青眸色骤然冰冷 眸间滚动着浓烈的有黑 就在这时 门外护人传来听悦的声音 奴婢叩见皇上 叩见皇贵妃 叩见臣妃 听悦声音极大 显然是在提醒屋里的人 姚莫婉不禁摇头 环彩儿也不见得有多聪明 她到底还是如自己所料 将碧水湖的事 闹到了皇上那里 莫得姚莫婉唇脚勾起一抹极为冷酷的笑 虽然如昙花一现 却还是落在叶军青的眼底 令她不由的醋眉 王爷该不会是在皇上面前 对莫婉不客气吧 你知道的 皇上有多疼莫婉 姚莫婉扬谋起笑 似是挑衅般绕过叶军青 走向宫门 徐子 老爷 带你 是 就 又 带你 这 写 这 这 是 为 这 一定